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么雅谷今天气势如虹 韩国创历史新高 台股也创历史新高 日本股市也创了大概这二三十年的新高 所以那个资金行情是欲罢不能 台幣的部分盘中依然都是升到28块半 央行利手的关卡 盘中总是升值三角度 因为最近在国际上 大笔的资金从债券型的基金快速测出来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了 明年渴望会有新的疫苗出现 所以从保守的部位测出来 统统被赶进股票型的基金 前大举道路新京市场 台币每天升每天狂升 今天台股开盘就涨83点 盘中是越拉越高 越拉越高 最后中场收涨278点 收到13551点 也就是说你今天买开盘到收盘 你还赚了超过200点 开高震荡收最高 每天都在创历史新高 这与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个世界它现在就是前太多 虽然说明年渴望有疫苗 但是各国央行都非常紧张 认为疫苗还不济及 所以资金的宽松 后币政策 持续拯救这个经济 在两年之内大概不会短 钱不但多到爆炸还继续在意 流动性越来越多 最大不确的因素 就美国大学已经告一段落 疫情就是这个样子 越来越严重 但是大家都知道说 要怎么样相对应的生活 所以资金回归股市 就越抬越高 越抬越高 那目前的指数 已经来到13551点 看起来14000 就算来了 大家也不会太过意外 那这个周末 我甚至已经听到 非常乐观的 两万点的声音 明年 这声音都已经出现 当然我们不用看那么远 我们只需要说 当指数突破了13031 后面涨这段到 到13500 没比要到14000 会有到14000多 那这一段的过程 11月份 12月份 我们只需要 一段一段来做 把这一段 会赚钱的好股票 把它挑出来 让自己稳稳荡荡的 就像我说的金银股 333 一个三成获利 两个三成获利 三个三成获利 非常明白告诉你说 6533 金银科 165 附近 我们就把持股买回来 165 买回持股 前一波是买在162 卖在177 最高那一天 不偏不语 就是最高的那一天 没有办法卖最高那一点 卖完之后 流浪的东西下去 经过了一个月 上礼拜165 再买回 而且 这我就直接公开操作 我也就没有 再盖牌个两三天 因为高价股 流用性还不错 大致我们叫成员 就是第一天第二天 我们就买得差不多了 然后面陆续加码 但我就直接公告 直接公开了 到礼拜四 高点来到169块半 礼拜五呢 从最高到大概173.5 我今天就亮灯掌停 亮灯掌停 那你不要看说 老师今天涨278点 股票涨停板 感觉上 没有什么太了不起 但其实 今天 真的整个市场 你说涨停板的股票 并不多 上市涨停板 有9家 上柜涨停板 有12家 加起来 整个市场是 20一家涨停板 大部分涨停板的股票 可能都是 比如说个位数 十几二十块钱 但真的你说 高价位的 具有指标性的 强力锁涨停板 已经股票不多 而且 今天是涨278点 护国神山台积电 盘中最多涨 22块半 光是台积电 对指数的 供应的今天 大概接近200点 所以你扣掉278 扣掉200点 大概 其他股票只涨 大概七八十点 所以今天其实 台积电 撑起了 台股 200点左右 是台股 穿高的最大工程 扣掉台积电 其实 指数 确实是天天创高 涨的并不多 所以今天 金科的表现 超级强势 超级强势 从上礼拜买 165到188 没有几天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一 大概 最近的买点 大概就四天时间 赚了23块 赚了13.9% 超级强势 超级强势 那 三文波是买在这边 162 177卖一趟 卖完之后就 下来了 然后这中间 又出现了 经济部说 可能未来 台湾的IP 卖去大陆 要怎么样怎么样 事先申报 的小利控 就整理了一个月 就在第一档 快要翻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买进 买165 今天到188 赚了23块 也赚了13.9% 那两次的超速累计 第一次买162 第二次买165 第一次最多赚15块 第二次最多赚23块 15加23总共获利是38元 如果这一套资金 我们当时从100万 做这一趟下来 再做这一趟的话 38元 除以原始进展成本 162块 报酬率是23.4% 一套资金 一档 金平股 来回两次的操作 金银科目前 23% 那也就是说明天再涨个35% 三成获利就进来 所以就再度达成 333中间的一个三 所以金银科 涨领板 超级强势 那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我就说 目前 我所看到的 第四季IP相关的 创意也很好 那今天股价 也是大涨 世新也很好 今天股价盘充 也大涨到604块 这波是非常强势的喷出 金银科 第四季成长更大 更大 因为中国 去美化 它已经是一个 长期的 国家的 战略 它并不会因为说 拜登当选 可能对你 华为的管制 可能松手 他们就不这样做 并不会 因为他们这一次 真的已经吓到了 他们发现说 你技术没有自主 你所有东西都依赖 美国的过程 等到哪天 它掐死你 你闪都闪不掉 所以这已经是 变成一个国家的 整体战略 所以大陆要做很多 自主的处理器 ARM架构就找思心 X86找经历科 RISC是开放式的架构 完全不会受制于 任何国家任何人 这部分 就跟金银科来买IP 所以 10月份营收 668万 月增43% 这只是刚开始 刚开始 刚起个头 第四季卖了 大陆卖了一堆IP 后面要时间论列 所以我估计 11、12月份 就是论列的高峰 营收会比 10月份 大概增加五成以上 算一算 大概最保守 第四季要赚超过3块钱 那四季四季赚3块钱多不多 我们就来看立望 今年第七季赚2.33 立望第二季赚2.23 第三季赚2.22 今年最乐观 其实应该是不到10块 大概9块吧 然后目前股价587 这波最高是655块钱 今年赚不到10块钱 股价大概600 那同样是卖IP的 金银科 如果第四季要赚超过3块钱 赚的比利用还多 而且这部分只是大陆的 中小的IC设计公司 明年有很多的大公司 陆续要签 那可能一个案子就是2、3亿 明年金银科赚10块钱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那如果说获利差不了多少 甚至第四季要超越立望 但是一个是580 一个是1080 两个差了400块钱 所以我就说嘛 你自己按按计算机 同样的族群 同样IP的族群 那你说金银科便宜不便宜 所以今天金银科为什么会涨平板 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让 家族成员去做买进 今天甚至在平盘以下的时候 我再让家族成员换股买进集中加码 光今天平盘附近买的 今天直接赚一根 更不要说上礼拜买的 到现在已经赚了 二十几块钱 我想这个就是旋骨 这个就是金银股的威力 那当然 比较贵的之外 比较低下的均好 上礼拜三也是一样 二度买回持股 三十五块买 礼拜四稍微整理一下 礼拜最高级就来到三十七点六五 今天呢 出来的时候是三十九点五 结果我在开车的时候 尾盘它就亮灯掌停板 锁在三十九点七五 这是我们今天家族成员 所有持股的第二个灯 高价的金银科锁住 低价位的均好也是锁住 所以我都会帮我们家族成员 准备好各个面向 各个产业 各个不同价位的最棒的金银股 让大家不同的资金 所能买的部位 大小各不相同 但是都可以有最好的股票 来赚所谓的业绩的行情 均好就是啊 均好就是啊 三五买到三十九点五 赚了四块半 赚了十二点八 那上一次是三一买 三七出嘛 赚六块 这次三五买到目前为止 三十五点五 三十九点五 那四块半 两次赚十点五% 累计报酬率三十三点八 所以金银科两次是 接近三成 均好两次就已经超过了三成 那均好就像我说的 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 一百九十一美金 所有供应链吃香喝辣 不管你疫情如何 有解或者无解 台积电它就是要做这么多 订单就已经出去了 明年这些供应商 它就是吃香喝辣 所以今天台积电大涨 创高的过程 所有的供应链 或者IP的上游 越往上游 股价越强 那均好明年营收将要成长一倍 获利上干四块半到五块钱 所有的台电的设备相关的厂商 本益比大概都二十来倍以上 如果它今年要赚四到五块钱 我就说你去乘以十五 或者乘以二十 你就知道现在三几块的股价 是不是超级击估 所以我帮你挑的 都是最好的金银股 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毛利率 都有最好的EPS 最强的成长性跟最棒的市占率 所以我就说我们家族成员都非常的幸福 我照顾你的资产 告诉你怎么选股 带你买的都是最棒的金银股 带着你做来回操作 君豪两趟 金银科也两趟 就给你很多 超过三成的获利迹象 所以金银股就是一档接一档 当然今天金银科 君豪涨清败 自然不要再追 如果你是我家族成员你今天在找盘 平盘你就买金银科了 你不用等到涨停盘再来问说可不可以买 不必要 但我们永远都有下一档 那下一档是这一档 全新长辈金银股 礼拜五一度亮灯涨停 早盘打下去跌三四趴 盘下再做加码 尾盘收小掌 长辈金银股 我去没有小建策 它将是AMD扶植的建策之外的第二个散热元件的供应商 之前主要是建策 那现在Second Source 小建策就这家公司 10月份先从低阶的产品牵出 明年第一季准备出高阶 中阶 第二季以后准备出高阶的产品 后面量越滚越大 而且产品从低阶中阶高阶价格越来越高 利润越来越高 是AMD全力扶植的Second Source 所以我说它叫小建策 也因为它成为AMD强力扶植的 通常大厂去扶植你的时候 都是订单给你 技术也给你 人员也派来支援你 就是要让你做起来 所以只要从低阶出到中阶出到高阶 明年的获利股价 我认为都将翻倍 都将翻倍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11月份中了 快要进入到11月下旬 然后到12月份 就是年底做梦行情 准备要大标特标的 隔一年会最好的股票 股价都会最强最强 所以这个将是明年的大标股 所以同样的 如果说你想要跟着我买 像金星科 君豪 今天都是强力所长 上礼拜你有打电话来 先跟郑老师要到最新的金明股 然后通知你一起买进的 今天全部都大赚 但我今天就不会跟你说 我们再来买金星科跟君豪 不必了 从上去的过程 持股续霸 慢慢往上转 但是呢 要买要买下一档 从低档刚翻上来 所以这一档 长辈金品股 小建策 就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布局 就像上个礼拜 我们在大买 君豪跟金星科一样 它是这礼拜最重要的布局 所以道理还是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你还不是我加入成员 但是你很想跟着我买这档股票 那只要今天 你花一分钟的时间 一块钱的电话费 把电话拨通 跟我们现在处理说 我想要跟着郑老师买 长辈金品股小建策 今天打来的通通都有 今天打来的通通都有这一档 全新的金品股小建策 等会我们再聊起来的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当然因为资金行情 全面引爆 全球股市都是向上喷输 台股又有一个 护国神山台积电 所以就光台电 今天就扛住的指数 大概190几点到200点的一个涨势 那扣到台电的部分 加上指数其实只涨大概7、8、10点 其实涨得并不多 但是仍然是一个创新高的走势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 指数怎么涨278点 怎么奇怪的股票好像没有什么涨到 因为科拉台电其实指数涨得不多 那有时候可能涨金 有时候涨全产 那在电子股里面又有很多族群 在座有非常快速的轮动 有时候涨显卡 有时候上个礼拜涨被动元件 那今天可能IC股或者上游的IP股非常地强势 然后PA的部分最近又涨上来 个股在轮动的过程 那个节奏非常地快 所以没有办法每一天 所有族群都一起涨 但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 你买的那个股票 最后会不会轮到他 数字强不强 下个月营收会不会更好 他的财报好不好 他面展望是不是超级乐观 越到年底这些数字越重要 至少你要有题材 你要有梦 你要有数字 那人家也才好吵 所以不会每天各族群 所有股票都在涨 它是一个轮动的架构 比如说辛普罗 持续量缩整理 尾盘小跌 1块3 从创高97块4 拉回1 2 3 4 5 大概刚好一周 到今天整理正好一周 就呈现一个量缩整理的格局 但没有什么 它就是一个整理 你问我 我还是跟你讲 它就是一个整理 它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内股在轮动 第三季赚2块2 九月份赚1.03 虽然说1.04亿 创历史的新高 所有数字都在创新高 10月份估计可以赚1.07 第四季估计要赚3块6到3块7 所以它在 IC设计股里面 或者是 IC设计的辅数设计的业者 比如说创意 世新里面 它的获利 算是相当的出类拔萃 那法人 有在估计说 创意的部分 第四季 可能会有个 两三块的获利 那第三季只有赚 大概0.79 但因为第四季乐观 创意已经飙到今天多少 349块 这一波一路冲上来 几乎已经快要涨了100块钱 第三季赚8毛钱 世新呢 赚很多嘛 第三季赚3.76 3块76 这一波涨到 632块 所以当你台电强势到爆炸 全球 乃至于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相关的IP IC设计的依赖是 越来越深 包含金元代工的依赖越来越深 所以越往上游 本益比越高 股价越强势 所以新普罗其实 它是类似创意跟世新 但是没有被 大家所 太过认识 但第四季会赚3块6 到3块7 所以相当创意跟世新 它是严重低估 所以现阶段整理 就让它整理 整理完之后 自然准备 再度挑战新高 所以就是轮动架构 那就来回的做 或者一档一档的接着做 换股做或者来回做 比如军陶上次31到36 然后上礼拜二度买回35块 然后礼拜四整理一下 礼拜五就创新高37.65 原间涨停满 最尾盘来到39.75 第一次赚6块 第二次赚4块半 两次赚10块半 累计报酬率 这样子就已经33.8% 所以一次赚一倍 当然不容易 但我说的333的操板心法 三个三成获利的金铭股 你就是一倍的获利 也不用一趟 一定要三成 均好两趟就三成 然后那金铭科上礼拜三也165买回 礼拜四创高169.5 礼拜来到173.5 今天涨停满来到188 再创波段新高 从前一次162到177赚15块钱 第二次165到188再赚23块 两次赚38块 总共23.4% 还不到三成 但从今天股价的强势 跟第四季 我估计可以赚超过三块钱 这只是我最保守的估算 如果它获利尬过利旺 利旺是580 它是180 那如果利旺继续涨呢 金铭空间是大到不得了 我认为我们教育成员 要再赚另外一个三成 金铭科并不是问题 之前金铭科最多也赚了38% 全市长辈金铭骨 底绕了涨停 早盘翻黑 跌34% 盘下再做加码 尾盘翻红小掌 今天低档买的 全面都赚大概34% 我说大家小建策 因为AMD要扶持第二的散热的供应商 11月开始出低级产品 第一季要出中阶 第二季出高阶 股价获利都将翻倍 将是年底最强标股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买小建策 只要用一块钱的电话费 大概不用一分钟 打电话来 说你要跟老师一起买进小建策 只要今天礼拜一的时间 打电话来的全部都有小建策 打电话来的全部都有 祝大家收拾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